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边的太子案刚刚过去了三个月 南边又冒出了一个太子 朱慈郎又出现了 说起来这出现的时机真的是很凑巧 北边的被官方认定的假太子刚刚被处决 南边又出现了一个太子 好像是想告诉世人 看 假的已经去了 现在真龙出世了 应该说在南边称太子 比在北边称太子 风险和收益的比肯定是好很多 从风险上来说 南明朝堂那熟悉太子的人 肯定比在北边的少 特别是与太子最亲近的那些人 而且刚刚杀了一个假的 人们会自然的想这回弄跑就是真的了 从收益上比更是大不一样 在北边是不是被认可 里外都是一个死 而在南边呢 如果真的被认可为太子的话 那荣华富贵肯定是免不了的 搞得好的话还会被拥立为皇帝 即使不能当皇帝 也很有可能会像洪光帝后来许诺的那样 让他继续做太子 做储君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刚刚杀死了一个所谓的假太子 谁还敢再冒充太子 如果这次冒出的太子真的是真的呢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他根本就不怕茶 又或者是满清人在杀掉了北方太子以后顺势推出的一招 北方太子案搞得多尔滚是心神不宁 最后居然还搞出了民变 虽然最终多尔滚将北方太子案强压下去 但毕竟引起了动荡和朝野内外的猜忌 或许多尔滚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也让你们难免冒出一个太子 搅得你们朝堂大乱 你们明朝人向我泼出的污水 那我多尔滚也要烧开了以后再给拖回去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南太子案也是一个谜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公元1645年的3月份 那一天南明政权的红卢寺少卿高梦基的仆人沐虎从北南下 在途中他结识了一名少年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无意中发现少年的内衣竟然是印有龙文 沐虎大经追问少年的出身 这位少年也不隐瞒 对他坦白相告 说我就是大明太子朱次郎 沐虎自然是不敢怠慢 一路上是小心事后 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主人高梦基 高梦基见到了这名少年也是半信半疑 他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居住 后来又从苏州迁到了杭州 在这过程中 这名少年一点也没有低调 他经常是招摇过世 露出一副贵公子的样子 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然后民间很快就有了太子难来的流言 这就让高梦基觉得惊苦万分 他赶快将此事汇报给了朝中的重臣 马世英以及洪光皇帝 洪光帝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派出了曾经在北京服侍过太子的内奸 李济州去见这位自称的太子 李济州见到这名太子以后 觉得他的相貌确实与太子有几分相像 但又不全相 所以呢 还是半信半疑 但李济州下面的两个太监 见到太子以后 却马上跪倒在地 口称太子 洪光帝知道以后非常木曼 下令处死了这两名小太监 然后将这名少年接到了南京 让他先在南京的兴善寺下榻 南京的很多官员都听说太子来了 所以纷纷的到寺庙中来拜见 许多的官员都是直礼甚恭 再后来洪光帝命人将这位少年带到了皇宫 要当堂认证 这样的认证总共是经历了两轮 参加认证的官员中有以前太子的老师 比如说他的老师王夺刘正宗 还有曾经担任詹事府邵詹事的帮顾前 詹事府是干什么的 詹事府就是负责管理东宫事务的机构 那几乎是离太子最近的机构 邵詹事则是詹事府的二把手 辨认的结果 大家一致认定这名太子是假的 其中刘正宗曾经问这个少年 我是讲师 你认识我 少年不语 刘正宗又问 讲课是在何地进行 少年说文华殿 殿中的案头上放着一本什么书 少年说诗 刘正宗随即向洪光帝禀报 说太子读书的地方并不是在文华殿 而是在端竞殿 案头上放着书也不是诗 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王夺 也大声的斥责这位少年 说你明明是假的 哪里来的真太子 经过两轮的对峙以后 得出的结论令洪光皇帝非常的满意 这名太子是假的 而此时最早推荐太子的那名奴仆布虎也已经不知所踪 让人更觉得这起案件背后是一个阴谋 再后来肯定是言行审问 最后这名少年招任 他叫王之明 是明神宗的驸马王炳的侄孙 因为他与皇室的这层特殊关系 所以他对宫中的事物颇有了解 再加上经常有人对他说 他长得酷似太子 所以他后来在幕府的威逼利诱之下决定冒充太子 那么这名少年到底是不是真太子 我的感觉是他真的不是真的 首先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北边的太子很有可能是真的 而从逻辑上来讲 一北一南的两名太子只能有一个是真的 既然北边的是真的 南边的一定是假的 除非能证明他是真的证据 超过了证明北边的太子是真的证据 但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其二 此案的可疑之处就在于洪光帝的反应 他急不可耐的杀死了 认为太子是真的那两名小太子 这样做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心虚的印象 我觉得洪光帝确实是心虚 他内心肯定不希望这名太子是真的 他甚至有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真的认为这个太子是真的 所以他才急不可耐的杀了那两名小太子 掩人耳目 从逻辑上讲 洪光帝心虚的表现 并不能证明这名少年是真的太子 这是两回事 洪光帝心虚只能证明他政治经验不足 做事毛操给人留下画饼 再说那两名小太监 他们为什么这么认定这个少年是真太子呢 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者是这名少年本身长的就酷似太子 而两名小太监因为自身地位的关系 对太子的相貌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他们可能并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注意太子的相貌 按公立的规矩他们也不敢直视太子 所以他们真的误以为这名少年是真的太子 再有一点可能是他们立功心切 如果他们是最早认出太子的人 那将来太子的荣华富贵 他们多少也能分以为耕 所以急不可耐之下 他们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相较于那些平日见了太子连头都不敢抬的太监 那些太子老师们对太子相貌的记忆 似乎来的更加的可信一些 再后来正在与清朝人讲和的石刻法 从北边得到了情报 知道了北太子案的始末 由此也就更加确定南太子案的真假 自此南太子案基本上尘埃落定 那个假冒太子的少年王之明被关在了大牢之中 但洪光帝并没有杀他 不是他不想 而是干系重大 南太子案的复杂性并不在于他的案件本身 而在于这个案件掀起的几方政治势力的角度 洪光帝我们讲过了 他当然希望这个太子是假的 马什英晚大成他们希望借太子案能够借刀杀人 清除那些一直和他们作对的东林党人 而东林党人也想借假太子案 动摇一下洪光帝继位的合法性 以及阮大成马什英的权力 而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们 更想借此事找到自己启示的口实 再加上有可能满清在背后插手 那么南太子案背后的复杂程度 就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情本身 对于各方来讲 这件事情都是一张牌 至于太子是真是假 反倒显得并不重要 假太子案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洪光政权的倒台 这是因为当时驻扎在长江中上游的左梁豫 在得知太子之事以后 当时他正面临着李自成军队的攻击 左梁豫本来就不想与李自成的部队交战 他本来就想撤退 假太子之事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借口 他上书洪光皇帝 让洪光帝善待假太子 到后来竟然乍成收到了太子密诏 率军顺江而下要来保护太子杀奸臣马时英 看到左梁豫大军将至 马时英竟然调动了当时驻防江淮沿线 防止清兵难亲的大军来抵挡左梁豫 按马时英自己的话说 北兵制有可易款 若左拟制 我军臣独死尔 就是说如果清兵来了 我们还可以弹劾 但如果左梁豫到了 我们军臣只有死命一条 所以他说 宁死北 无死逆 就这样江淮大军全部被调去阻挡左梁豫 使得长江防线无险可守 无兵驻防 最后清兵南下 不费吹灰之力 突破了长江天险 然后就有了扬州十日 南京归降 洪光政权 瞬间八戒 所以这也难怪有人说 王之明是北边派来的间谍 虽然这种说法非常的离奇 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 满清人确实是获得利益最大的一方 南太子案同时也暴露了洪光朝 另外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当时全社会都处在一种信任危机之中 其实假太子案并没有那么复杂 审讯的过程也符合程序 但不管是当时的统治者说什么 这个太子是假的 老百姓都不相信 这并不仅仅是南明的问题 而是大明由来已久的问题 或许从朱棣掩盖静难真相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这又能怪谁呢 权力崇拜极易造成一种错觉 认为权力无所不能 包括垄断事实 主宰视听 表面上看确实是屡试不爽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信用严重透支的过程 人们虽然无法抗拒权力 但是却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规避这些谎言造成的危害 比如说他们会选择当权者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假的 他们一概会做相反的解读 这样的结果就使得那些公开的权威的信息变成了谎言 而街头向尾不明来历的流言则成了事情的真相 这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逝者生存 在无穷无尽的不识信息的淹没下 生存的诀窍不是选择信而是选择不信 在史料中关于洪光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命武成等衙门集额言但毫无效果 最终的结果就是尾一言尾一更传疑 这种现象我们现代的解释就是塔西托陷阱 塔西托是古罗马的一名历史学家 他在总结古罗马皇帝时曾经说过一番话 说一旦皇帝成为了人们憎恶的对象 那么他做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引起人民的厌恶 换句话说当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 那么无论他是说真话还是假话 做好事还是坏事 人们都会认为他在说假话做坏事 这样的信任危机有时候导致的结果是毁灭性的 那个冒充太子的少年王之明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也无法证实 他真的就是王之明 不管怎样他最后是被多夺带回了北京 不久就与洪光帝以及其他的实际为明朝藩王一起被处斩 南北假太子案最终笑到最后的还是满清人 对于多尔滚而言 他要的并不是真太子 也不是假太子 他要的不过就是死太子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坛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